每天造一句英语没问题 今天的任务是 不管发生什么事 他总是九点之前睡觉 用英语该怎么说 首先来判断这个句子的主干部分 主语就是他 他就是she 首字母要大写 接下来找未语动词 他做了什么 他睡觉 睡觉呢 可以说成go to bed 或者是go to sleep 几点睡觉呢 总是九点之前入睡 总是在英语里面 就是一个频度副词 always 他放在十一动词的前面 九点之前 他是一个时间转语 一般放在句子的末尾 before nine 那个o'clock呢 可以不用写啊 最后处理一下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呢是一个条件转语 条件转语 可以放在开头加逗号 也可以放在末尾 不管 也就是无论 无论在英语里面呢 有一个词组叫no matter 发生什么事情呢 就是what happened 最后呢再加上句号 最后一件事情呢 就是处理一下这个句子的时态 如果这件事情呢 是发生在现在 就用一般现在时 发生在过去 就用一般过去时 好 如果是一般现在时的话 这里的she呢 就是第三人称单数 动词要加es 好 还有一个happen 在这里呢 也要加s 这样就翻译好了 she always goes to bed before nine no matter what happens 你们都学会了吗 点赞观众棒棒老师 是英语一级办